好 然後呢 其實剩下的 蕨類植物 事實上我們大概會常看到 常講到的是下面這一塊 那上面當然一樣請記得 寫得很清楚這叫蟻滅蕨 為什麼要講蟻滅蕨 因為它事實上還是形態上的一個 變換的一個時期 希望不要再當機了 好那這個是 我們稱之為瀑木 瀑木其實是一個 很有趣的植物 為什麼呢?你可以看它的圖去看 它很清楚是有一個 地下的橫走晶 而這地下橫走晶呢 它可以持續的 橫向的生長 那往上呢 大概每一個有芽的地方 往上會形成 什麼呢?往上生長的枝 就是 調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依據 化石 所畫出來的圖呢 其實是蠻漂亮的一個植物 就是它可以快速大量的生長 然後呢 被認為是 到 什麼呢? 可以適應 水逆境 環境的一個棲地 那當然 早期來講的 這些 早期的蕨類 所以 尤其到了 浦木這個階段呢 被認為是 已經演化出來 我們叫做 Megaphilos 所謂的巨型頁 或大型頁 語狀頁的這個系統 你剛剛看到的前面 其實沒有這個語狀頁的系統 到了 到了這個浦木的部分呢 才真正的出現了 我們真正 絕類特徵的 不管是一回或二回的 語狀副頁的系統 好 那請記得滅絕 軟頁絕目 一樣 但軟頁絕目裡頭呢 為什麼會被一直提出來講 因為它的形態形狀 跟現身的數覺類 已經有一些 構造上的相似度了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是有一個主幹的結構 它大致上來講 屬於石碳季時期的絕類 好 那這類型的絕類呢 你如果一看化石 它真的化石 你可以直接橫切 橫切這些可以在裡面 看到它的尾管束的構造 這個是它很清楚被鑒別出來 它是有葉柄痕跡 就是它有所謂的葉痕的結構 Lift Gap的結構 所以今天從主幹到葉這個部分呢 它的尾管束是有什麼呢 轉換的一個區塊 還有呢 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說呢 它的包子囊 基本上是在枝條的側向地方 形成包子囊 類似像包子囊 就是要求一個蟲聚生長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看在這個魚狀副葉出來的地方呢 它有些原來應該是長成葉的不構造呢 它會形成包子囊 那並不一定每個葉都有 但是它就有這種包子囊的結構的一個存在 好 那那都絕種 強調那都絕種 後面這個部分開始 就是我們真正在講的 絕類植物 我們在之前講的牧賊 講的水酒呢 其實通常 也是有人把它稱之為廣義的絕類 但是比較會把它叫做包子植物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講的 觀音作連平耳小草 松葉絕子 其水龍骨水生絕 這個被放在我們叫做爭絕 爭絕這個部分 因為它的構造形狀是什麼呢 都完全的現身絕類的特性 比如說觀音作連這個分類群 它是很清楚很明顯的大型葉 它的肌部 它的肌部會有相關的葉牙的構造 所以你看它底部的地方是一個什麼呢 球形毛毛的 那為什麼被叫觀音作連 因為它的那個結構很像 我們在講的蓮花的構造 那上方因為有一個突出的什麼呢 被認為像觀音 所以它有一個名稱 那這是我們這邊自己的命名吧 跟原來拉丁文的命名是無相關的 它是最原始的絕類 現身 現身要講現身的絕類以頭 被認為是最原始的絕類 那它是很清楚的大型葉 台灣有沒有 台灣有 台灣有 台灣原始觀音作連 有伊藤氏 原始觀音作連 有觀音作連 那這個植物呢 絕類的植物讓人家覺得 研究上很有趣 又很頭痛的一點就是說 它很容易雜交 很容易多被化 那我們在講的 伊藤氏 原始觀音作連 被認為是台灣原始觀音作連 跟觀音作連的雜交 它雜交也就算 它其中一個是四倍體 另外一個是二倍體 所以它被認為是一個三倍體的雜交 那早期只有在哪裡呢 只有在烏來 台北的烏來的 雲仙樂園的 纜車的下方 一個小小的區塊 也都是幾個而已 也一直維持在那裡 因為它沒有有性生子 它伊藤氏原始觀音 就只能走無性凡子 那後來很有趣的人 就是在蓮花池 也找到了一顆 伊藤氏原始觀音作連 結果這一顆原始觀音作連 經過見別之後 跟台北雲仙樂園的 那個小群 是不同的來源 怎麼說 一個我忘了 一個是台灣原始觀音作連是媽媽 一個觀音作連是媽媽 因為伊藤氏的證據 所以它的多倍化 它的雜交還沒有方向性 很討厭 好 那這個植物呢 它是什麼呢 它的包子囊是後臂的 由包子囊是屬於後臂或薄臂 可以分為兩大群 那這種後臂包子囊 基本上就屬於 原始觀音作連 跟後面會講到的 一小部分 那就是所謂的 平耳小小那個部分 其他的其實都是和聲 就是所謂的薄臂包子囊 那後臂薄臂的差別 就在於細胞乘數的多少 後臂增絕類呢 它的包子囊臂是多層細胞的 薄臂基本上是單層細胞 所以主要是這樣 所以這個觀音作連屬 跟另外這個所謂的 Christine Samria屬呢 它的包子囊 會跟相鄰的包子囊側臂 接續排在一起 然後的包子囊群 全部被包進去一個 槍式裡面 而形成了一個多細胞 乘數的包子囊臂 所以看到基本上沒有去 它每一個包子囊 都是屬於這種和聲 然後呢都是後臂 那這個植物呢 很好玩 怎麼說很好玩 以前都 因為這個做研究的那個時代 在台北 台北植物園知道吧 都有去過嘛 那個松鼠已經肥到 都會下來跟你叫著要吃的那個地方 人家是有機會去可以看看 那邊的松鼠真的每一次都比胖 那不是說松鼠的部分 是當時在這裡面 那邊有一群專門在做蕨類研究的 那因為你知道植物園有一個很大的工作 就是你從溫室 摘植的植物有教育性的功能 你必須要放在植物園裡頭 我們那些可憐的學弟們 他們真的試過 早上放一顆 觀音座連進去 本來想說那個小小的 又不是很讓人家認得的植物 應該沒有人會把它借走對不對 你看可以撐多久 早上八點鐘放 十點鐘就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正希兵尾植物 認得人真的很厲害 有放過伊藤寺也是不見 有放過台灣人的觀音座也是不見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我們看一下好像 大家觀念很好就是 知道他是兵尾植物 自己要把它帶去繁殖 當然那是不對 我要先強調 這個植物其實是很好的園一作物 它事實上蠻耐環境變化的 而且它的植株很漂亮 為什麼 你現在看這個葉片看不出來 你看這個你就看得出來 它事實上很高大 而且它是機身型 所以它葉片長起來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開傘的棕榈殼植物 而且是短筋開傘的棕榈殼植物 它不是像我們外面那個椰子樹 那美科比大哥 不是它是從地面長出來這樣的葉片 所以長得漂亮的話大概四五片葉 然後對光下面看它的葉又非常的綠 很容易就被人家借個 所以我開玩笑說他們那個速度很快 那一顆不到三十公分的 不知道怎麼把它搬走 而且還有井位 好 那它事實上長到大顆的 可以長到兩三公尺以上 所以常常在一些大型的原液 景觀造景裡頭會使用它 第一個它耐環境變化 第二個它的綠色 非常的漂亮 所以在一般牙熱帶熱帶 有時候會把它做一個造景 還有呢 你會發現它 如果是包子葉的部分 它的後臂包子囊 會群生在葉片肌部靠近 鬼管處的地方 就是靠近它小葉的中熱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一個一個都在這裡 然後它中間會有一個裂孔 所以每一個裂孔就像一個 磅殼一樣 當它乾燥到一段時間之後 中間有一圈是屬於薄壁細胞 它就從那邊拉裂開來 包子就會散出來 所以為什麼把它叫成合生包子囊 是有它的道理的 好 所以你去看呢 很清楚的 把這個檢口撿回近下面看的 切片它是多層細胞的 薄壁 薄壁包子囊 它就是單層 那是後面要講的 然後呢 當它今天成熟之後 隨著乾燥 它會在最薄最薄的這個地方 怎麼樣呢 裂口開來 然後就打裂開來 所以這個是已經乾燥到最高點之後呢 整個包子囊拉扯開來 裂開口 就好像那個磅殼二枚被一樣 打開一個狀況 然後包子就會散發出去 好 那關因坐聯呢 其實它的生活史 蠻簡單的 就是包子體 配子體 包子體 配子體 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今天一個 關因坐聯 它肌部的地方 當然有一個right road 跟進的一個結構 然後呢 它的肌部就會隨著 它的生長一直產生葉芽 然後每一個就會形成一個 二回語狀副葉的一個大葉的構造 那當然在這個極部的地方呢 它會合身形成後臂包子囊 成熟之後這個包子出去 包子出去 你在看那個什麼呢 剛剛影片裡頭在講那個 小一個星形的配子體呢 事實上 絕類從這個之後的配子體 大致上都蠻像這個形形 入身形的 所以上方基本上是可以經營光合作用 下方是甲根可以支持 然後底下會有產生 長精氣長卵氣 好那當然長精氣成熟之後 精子就散出去 長卵氣成熟之後 那個通道細胞就崩解 變成化學物質的一個引導劑 去引導什麼 去引導精子的進來 那精卵結合完畢之後 就直接在長卵氣裡頭直接發育 所以你一般來講呢 在出生的包子體 你把它拉起來看 底下會有連接的配子體 尤其那個一片葉子 剛出來的時候 最容易找到 好那這是觀音作連 後面第二個是平耳小巢 很有趣的一點呢 這個我在念書的時候 民國76年77年 在台大校園裡頭還非常肚 然後呢 突然之間就開始流行 流行什麼 它叫做養肝草 我大二休克的時候 我找不到一顆了 很可怕 就很快就都不見了 其實全台灣校園其實以前都很多 尤其那種有草地的 它很容易長 但你就發現那些婆婆媽媽們 還有一些阿伯們真的很厲害 他就拿個小袋子 就這樣一路採播群 然後就頭目不見了 然後他這群裡頭還有另外一群 叫做櫻蒂爵 台灣有大櫻蒂爵 有櫻蒂爵 在大概中海爬山區 你到中海爬山區的一些商店或民間裡頭 你常常就會看到那一旺一旺的酒 他們就把它拿去泡酒 說什麼 補筋骨 那到底有沒有藥效 可以講它有藥效 但是 沒你想像中那麼誇張 但是它是一個什麼呢 讓植物絕種最好的一個方法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要那個植物絕種 你就說它有什麼 養顏 美容 知音 補羊 就不見了 好 那它又叫做一葉草 它真的就長一葉 然後中間就一個包子腦 就這樣出來 它也是在原來系統裡頭 是屬於後臂包子腦類的 所以它跟之前的觀音座聯繫 其實比較被放在一起 那你看到的 它就是一片葉子 但是呢 它這一片葉子 常常下面拉下去的 事實上這個 所謂的多年生的CADAPS 就是所謂的金的基部 它是會持續往側面 去長出新的葉片 那每一個葉片 就帶一個包子腦碎 所以你看到的 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個基底葉片 再加上一個繁殖餅的結構 所以每一個大概就 大概十公分左右 其實蠻可愛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培養好的話 你只要水分夠 你只要草地的環境 它可以長成整片 我在四年前去福州 到他們一個 應該叫什麼 一個保護區裡頭 它就是一個草地 上面有成千 上萬棵的一個拼二角草 我說我們台灣人過去 大概就把它採光 或者說你在這邊只要宣告 它有什麼養肝 不勝 就立刻有絕種 好 那這一個呢 你會發現 它的包子腦 所以事實上它是兩列的 它上面的包子腦 是兩排排列的一構造 而每一個包子腦 當然裡面就會順利的去產生包子 好 那是平耳小草那個系統的 那我剛剛有講這一群的 它有兩大系統 但它都是單片葉 一個繁殖餅 只是那個葉片的部分 它有一些變形 怎麼說呢 這個是陰地絕或大陰地絕的系統 那在國外它把它叫做 Great friend 葡萄絕 為什麼 因為它的繁殖餅 原來的平耳小草是兩列 但是在不管是哪一個陰地絕類 它就產生多分支 每一個分支上面在兩列 所以物童的不同會有不同 所以像這個 它是屬於一回的分支 所以它出去的那個單餅 單葉的部分呢 事實上你會看到它有旁邊小葉出去 但它只有一回 所以同時它在繁殖碎的地方 也是一回 所以它有一個主軸 側分支 然後就是兩列的包子狼 那這個 Virginian Virginian這個陰地絕 或葡萄絕呢 它變成二回 所以它的什麼呢 它的單餅葉的地方 第一個中軸出來之後 一個小分支 小分支出去之後 才有二回的分支又出去 同樣的它的包子囊碎的地方 也形成二回分支 所以這個有一段時間 是被拿來做為什麼研究 葉片之 羽狀葉片的一個研究 非常有趣的例子 因為這事實上被認為 它裡面剛好是啟動基因的不同 造成葉原 在進行它的葉片發育過程裡頭的 產生不同階段 所以有 沒有 單片葉的 有一回的 有二回的 好 那不管是陰地絕呢 或者不管是平耳小草呢 你把它的那個 所謂的葉餅的那個地方呢 來切 事實上你所看到的 也很清楚就是什麼 它的尾管束 那它的尾管束呢 從外往內 你有看到中間有隧部 有隧部的 就已經是什麼呢 已經不是原始中心珠樓 管狀種種類的 所以你去看的話 表皮 皮層 在裡 往裡頭呢 你很有趣的人就是說 它 一路進來 最外層這裡是塞管 但是它裡面有一層的形成層 然後在裡面是 出身導管 赤身導管 然後中間有一個水部 所以 表示什麼呢 其實這類型的植物 雖然它長的沒有很大顆 但是它的那個 餅的構造呢 它是有持續生厚的能力 因為它有什麼 它有Cambian 然後同時呢 你要記得它是一片葉 它單餅葉的 所以它一個是 往上的包子囊 一個是單餅葉出去 所以你切的地方 只要切得對的時候 你剛好可以看到 拉出去的葉姬 就是那單餅葉的葉姬 所以你可以找到很清楚的葉痕 跟葉姬的構造 這是很好拿來做切片 為什麼 因為它這真實在太明顯了 你看這裡剛好切得好 這邊是一個leaf gap 然後外面這裡沒有拍到的地方 這是leaf trace的地方 然後這個尾管書很清楚 從篩管 然後呢 形成真的沒有拍到 但是頭到導管 拍到水部 好 那再把它放大來看了之後 你就可以從外往下看 篩管 再來次生導管 再來初生導管 再來裡面是水部 這樣的一個構造 所以為什麼我那時候 修那個 植物電子顯微切片技術的時候 一定要被抓去 找這個植物 然後我們那年 特別悲慘的那一年 就被採光了 很慘的那一年 真的是 你會快要哭出來那種感覺 後來只好到老師的文字裡頭去偷 不然怎麼辦吧 還好他文字裡頭有種啊 所以那時候老師 你知道我們其實以前在念書的時候很好玩 老師們那時候做研究也做得很兇 所以他們都會種一些植物 我們記得那時候在文字外面的 那個一個小的那個水泥塊 中間一個小的那個苗埔 有一個老師種了玉米 為了防止學生去烤玉米 他外面掛何能的那個牌子 就很不幸還是被偷了 然後以前在念書的時候有實習農場 實習農場的菜 只要冬天一定會不見 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都一樣 都在煮火鍋 這個都不能講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這樣老師都快發瘋了 所以大家在那邊 偷得很兇 然後聽說我二哥 我二哥念中心 他們更誇張 為什麼他們更誇張 他們是說 我二哥受醫系的 他們去屠宰場裡頭啊 常常看說這隻動物有病 就給他 說不能 你有病 基本上你就要拉掉嘛 問 然後呢 重點是你會發現隔壁他們在烤肉 因為事實上 其實你說像動物 今天有疾病 他可能是肝臟病變 可能是哪裡病變 事實上肉是沒有差的 就跟你掛個罩 帶走 所以以前什麼怪事都有 現在你們不敢 現在你們這個年代已經不敢這樣玩了 我們那個年代玩得很兇 好 那平和小草呢 你去看 在金的地方的切變 如果說 是屬於因地絕類的 就是那種一個 是出來之後二回或三回的 或者在根的地方 你會發現呢 因為它拉出去的尾管束的地方很多 它原來有什麼呢 管狀中軸 它會形成這種網狀中軸的一個現象 那網狀中軸我之前有解釋過 它其實就是因為尾管束那個切出去的 Leaf Gap實在太多 把一個原來屬於一個水管狀的尾管束呢 切得支離破碎 所以每一個都有一個洞 一個洞 一個洞 所以就形成的網狀中軸 那網狀中軸當然最大的原因 我剛剛有講的 就是它怎麼呢 不管是二回或三回 因為在短時間之內 要大量的分出去尾管束 所造成的現象 好 那上面那個你看起來有沒有覺得很可愛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把它叫做那個葡萄絕呢 如果你有看過葡萄在剛結果的時候 真的長得很像 除了中間那個軸比較粗之外 它就這樣一顆一顆啊 那它在發育的過程底下都還是綠色的 但如果你仔細的去顯微鏡或放大鏡看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個每一顆綠色的中間 因為合身的關係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橫 那個橫是細胞特別薄的地方 也就是它在成熟的時候呢 破裂的開口 然後因為它是合身 包指導的關係 所以它是多層細胞的 所以這種後臂包指導的發育呢 它就形成了很厚細胞壁 很多層細胞的一個什麼呢 包指導 那 同樣呢 因為中間有一個特別薄的區塊 所以它就像一個什麼呢 二媒背 就好像你煮到一半 突然之間那個蛤蟆打開一樣 它就是乾燥到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破裂開來 會有這樣的一個構造出現 然後呢 它的配置體不用想要去找它 很難找 它的外部形態長得就像這樣 不一樣 一般來講 我們在這個 所謂的 貧耳小草 或者是陰地絕 我們不太喜歡去找它的 配置體 它的配置體是一個棍棒狀的結構 然後呢 通常它裡面有共生菌類 它會比較偏向於在什麼呢 土壤裡頭 然後呢 用共生菌類 共生菌類 對外界去獲得養分 那同時呢 你會發現呢 它上面同樣有腸筋器 有腸卵器 精子成熟之後 出來去跟腸卵器裡頭的卵結合 然後呢 受精卵它就開始發育 然後你就從植葉在原來的地方 就長出一個胚胎出來 最後再形成一個貧耳小草 所以你會發現 它是 這個是地面層 它是稍微埋在土壤下面 大概一兩根針左右 好 那貧耳小草呢 你如果去找 不管哪一個時代的要點 中藥要點 你都可以找得到它 你只要在它分布的地方 你去找 在地的要點 你也找得到它 因為它真的從以前 就被用到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 就跟你講說 它很有效 然後就從某些學校的草地上面 絕種 譬如說這個植物名 石土烤 它叫做獨葉一枝槍 它叫做一枝箭 它叫做單隻一枝箭 蛇蛇草 貴州叫做蛇蛇草 所以各種的當地的名稱很多 也會造成判斷上的一個錯誤 它通常長在潮濕的山地 河邊 溝邊 分布的範圍很廣 從東北 一路到雲南 到台灣都有 好 那它化學成分是分析的蠻多的 它通常還有所謂的夾激胡皮素 還有所謂的葡萄糖類的 非常的高 所以它有一些保肝平氣 反正就是一堆奇怪怪的功能就對了 所以在這裡頭它寫著它胃肝 然後性平 所以性平就是說它是一個很溫和的藥 它可以長時間的使用 那功能做什麼呢 清熱、涼、血症、痛、解毒、滋、肺、熱、咳嗽 反正你可以看到的通通都有 那明明人家藥店裡頭就沒有寫所謂的保肝 也沒有所謂的特殊的一個保健 但是台灣就傳得非常好 把它叫做保肝草 然後它就絕掉了 真的啊 我現在在台灣很難看到一個 這個所謂的平兒小廠 那另外呢 這個是陰地絕 陰地絕我在台灣還有一些中海拔山區還有看到 但是通常最常看到的就是在人家的藥修裡頭 比如說你今天去奮祈福 你去那個射頂這些 射頂這些 不是射頂 那個叫什麼 嗯 細頂 就是阿里山路上 中間這個地方 大概是1500到2500這個區塊 事實上這個地方它都有生長 但是它很容易的就被人家裁掉 在福建中草藥裡面它就寫了 基本上可以治什麼 驚風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發熱發燒感冒這種症狀 或者說呢 它可以做為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你今天眼睛發炎 它也可以拿來直接對眼睛 所以它事實上也是蠻平和的一個藥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多人喜歡去把它採 然後去做它的一功呢 好 那這是平耳小草的一個部分 下面呢 松葉 絕 紫棋 水龍 谷 水生 絕 其實都是我們現在現身絕類比較容易看到的 松葉絕其實比較奇怪 為什麼我要跟你講比較奇怪 它其實沒有根沒有葉的構造 它整個就是枝條 就是金的構造 那早期它被認為是很原始的絕類 但是後來經過分子證據的研究呢 發現原來的形態的資料是錯的 為什麼呢 現在的證據發現它事實上是比較近代的物種 但是它的葉跟它的根消失掉呢 被認為是退化 就是它是一個逆向的一個演化 好 那 一般來講呢 你現在在台灣南部一些稍微潮濕的一些噴景底部就會看得到 不用懷疑我們家門口的那個噴景已經長出來過好幾次 然後你如果有機會去一些像植物園或者 我學弟在那個顧岩座營抱這種基辛灰 他們那個噴子裡頭長得滿滿都是它 很奇怪喔 以前早期都很不容易見到 最近這幾年真的越來越多 但是它比較有趣一點 它的配置體也是易營營養的 它也是埋在地下的 但是它會比剛剛講的平耳小草更一定一步 因為它真正就形成所謂的 所謂的菌根 直接利用真菌類對外吸收養分 分解吸收養分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樣很可愛 底部 就這樣稍微歪一點沒有根喔 這些都是筋喔 但底部的筋會有分支讓它自己站得比較好 那上方呢 就一樣是二分叉二分叉出去 沒有也沒有根的構造 好那上方來講呢 在枝條的頂的部分呢 它會形成三個聚合在一起的合身包子拿 三個聚合在一起的合身包子拿 所以你去如果做橫切的話 你會發現中間是什麼呢 三個包子拿 但是外面都是多層細胞的 那當然這裡經過簡素分裂之後 所產生的包子散發出去之後 在適當的地方蒙發 但對不起蒙發之後 它是在地底下的一兩公分左右 而且它是會跟真菌共生在一起 所以它必須要靠根菌 形成菌根 然後呢從外界獲得養分 才有辦法繼續往下 那一般就是一樣是長精氣 一樣是長軟氣 一樣是長軟氣 一樣精子成熟之後出來去跟軟結合 然後同樣就會長起來 其實很漂亮 其實很漂亮 他們在國外就叫做 那它也被常常拿來作為原意同情使用 不展業 但這就長大量的紙條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其實蠻多的 在亞熱帶的地方都有 在美洲 在亞洲都有 台灣這幾年真的還蠻常見到 我們家外面那個後來被隔壁的貓給毀了 我們家不知道為什麼那隻貓就很喜歡睡我們家的盆景 就被牠壓扁 那它其實整個枝條呢 它會形成這種三菱的結構 它會 所以你很清楚看到這會有一個菱形突起菱 它是一個我們稱之為三菱結構 triangle的 那同樣呢 它的葉是退化的 其實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上面還有一些小小的菱片 所以這個特徵在早期被認為是那個表皮的突起 被認為是很原始的物種原因在這裡 但當然後面的一個研究發現它事實上是因為退化所形成的 因為基因壞掉 造成葉片那個部分不發育 根不發育 只剩下枝條 然後呢 它在這個原來的結的地方呢 通常在頂端結的位置 就是枝條出去這些側面結的位置 它會形成包子囊 而且同樣是三個聚生在一起的核生包子囊 然後同樣會有三個三列的 比較薄的薄壁細胞的一個紋 所以當你成熟之後呢 開始乾燥它就從這邊打開 所以打開的時候其實還蠻漂亮的 就是一個類似像Y形的結構 然後裡面的包子會隨著風去散發出去 所以理論上它應該是很好長 它只要環境適合就長得起來 好 那根的地方呢 你去看 它的沒有根 它那不是根 它那叫rhylon rhylon rhylon rhylon是什麼呢 根茎 它是金的結構 然後它表面會形成凸起的夹根 好 那 特別去講它的尾管束的地方 為什麼 第一個它是所謂的三菱結構的金 所以呢 它的尾管束很有趣的一點 它比較是所謂的 心狀中柱 心狀的結構 所以是什麼呢 管狀中柱的變形 木質布往旁邊伸到皮層 可以讓水分比較容易進出 所以你去看呢 它的金的表面有氣孔 它是利用金進行光合作用 所以空氣的來源是從金的氣孔進來的 然後裡面會有薄碧細胞 那 前面幾層的薄碧細胞是含有葉綠體 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蓋往裡頭走呢 表皮皮層裡面就是尾管束 尾管束 基本上是心狀中柱 從外到內當然包含了 所謂的腮管 然後圓身導管 四身導管 這樣的一個構造 好 那這個只是再把你們複習一下 單中柱就是一根從頭到尾 沒有水部 心狀中柱請記得也沒有水部 編織中柱也沒有水部 管狀中柱中間才是水部 所以它很奇怪 在這個部分 它是這個結構 它是心狀中柱的結構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拍得更漂亮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沒有 這個很清楚的 那 它這要寫是什麼呢 請記得這裡是根 這裡是根的結構 根的圍管束 是真正更清楚的心狀中柱 但是不是要講那個部分 是在根的部分 它在皮層的地方 會特別形成一圈的共生真菌 所以這邊的皮層細胞 基本上會有特化 讓什麼呢 外界的真菌 有益的真菌 進來 在這個細胞裡頭存活 那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它的功能 這邊延伸出去的菌絲 可以對外界幫它吸收水分養分 自己沒有根的結構了 請記得自己沒有根的結構了 用根進來進行這樣的功能 然後再順便拉誰呢 拉真菌 來當它的什麼 吸收水分養分的一個工具 那當然還是互利共生 好 那 它的頂端 基本上就是這個所謂合生包子囊 同樣的 你從外往內看 它是多層細胞的 所以它還是後臂包子囊 合生包子囊 但是呢 你如果去看它裡面的包子 時間到它成熟 一樣是從這邊 這邊 這邊 比較薄的地方 產生裂口 就散發出去 好 那散發出去之後呢 我們剛剛有講錯 它的 所謂的配質體 沒有任何光合作用的能力 所以它也是埋在地下 也是必須要跟真菌共生 也用真菌來幫助它 獲得外界的一些水分養分 但是上方就會形成什麼呢 長精氣 長卵氣 順利的話就形成 什麼呢 精子跟卵結合 然後再形成一個新的個體 好 那這真的 它的培養之後 這個是所謂的配質體 上面一個一個不是一公分 是一公里 所以呢 要我去做這個研究很痛苦 原因就是 它大約就只有三個mm 你在一個土壤裡頭 你要找一個三個mm的東西好找嗎 不好找 而且呢 你在找的過程長 會把它掌動壞掉 所以 有時候還蠻佩服這些 這些研究的人 他們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找到它 當然因為每個人專長是不一樣 要先強調 在這上面你可以找到 長精氣跟長卵氣 但是同時請記得 它的長精氣跟它的長卵氣 因為它自己沒有光合作用的能力 它的能量是從共生真菌來的 所以它把長精氣長卵氣的細胞樹木 跟結構簡化到最高點 所以這裡頭你就可以算出來 大概幾個細胞而已 裡面有一個軟 成熟之後 軟 受精 才往下下一個步驟 好 那長精氣也一樣 單層的細胞 外層就是 所謂的包裹的不孕細胞 裡面就是大量的 什麼呢 細胞分裂產生的精子 所以一層的不孕細胞 裡面就是 大量的精子 就這樣一個結構 然後精子是有毛的 成熟之後的精子 它會因為這個邊毛的運動 而去長卵氣跟卵作結合 好 再來的下面這個部分 紫棋水龍骨跟水生絕 大概就是我們在講絕類 應該講最常看見的 也可以從這裡把它稱之為 真正叫true form 就是真絕類 也就是所謂的柏囊絕類 就是那個包紫囊 只剩下一小成的那種 那我們在吃的絕類 其實主要都比較偏向於這一群 講到這個就講到吃了 真是糟糕 那 它的名稱其實還蠻多的 有人把它叫做什麼呢 Cinnamo Firm Cinnamo應該知道是什麼吧 肉桂 肉桂絕 有人把它稱之為這個叫做 Buckhorn Firm 或Due角絕 那當然每一種每一種有不一樣 還有一道鴕鳥的 Fillet Head 然後所謂的紫棋 這一群的 整個 其實它有很明顯的特徵 外表的特徵 尤其在它什麼呢 包紫體要成 這包紫體要成 這包紫體要成什麼的時候 看到的特徵其實很明顯 怎麼說呢 它很清楚會區分成包紫頁 跟一般的營養頁 那當然每一個種會有一些不同 譬如說 今天你看到這裡 中間這個區塊 它的分支 葉片的部分 就轉化成包紫頁 上下 基本上還是什麼呢 還是正常頁 會有這種類型 每一種每一種會有一些差別 那或者是你看到呢 這是兩型頁 這邊是營養頁 這邊是包紫頁 營養頁它本身來講 葉片很大 小葉葉片很大 就要進行什麼 光合作 好啦 那它的包紫囊呢 常常隨著不同的物種 而會有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譬如說 你今天所看到的 它今天是一個 隨著枝條 而什麼呢 等於是一整群和 在一起生長 那它沒有 細胞壁融合的現象 所以每一個 都還是獨立的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 上方基本上就是一個包紫囊 然後包紫囊的最上方 通常會有一個薄壁的橫 你可以看到那薄壁的橫 它從哪裡去開呢 這個細胞壁特別的薄 成熟之後乾燥就直接打開來 破掉 那同時呢 它的包紫在蕨類還蠻好辨認的 一般蕨類的包紫就是那個 你們影片裡頭看到那個 三裂縫 那個Y字型的三裂縫 你把它當作一個Benz的 那個標誌也可以 所以Benz不知道 是不是從它搶來的標誌 它 在简文音下面看到也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可以找得到 它那個開口的話 其實蠻可愛的 那剛剛有講過 事實上 這一類型的蕨類 還有我們在之前所講的 它 通常的 配子體 就是心情 通常就是浮在圖當表面 有綠色的心形的結構 然後下方 有所謂的甲根 作為支詞 有腸筋器 有腸卵器 就這樣的結構 很簡單 你看你們影片裡頭 有看到的一個結構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吃 比如說這個 Thick Head 叫鴕鳥爵 這個就是爵菜 就是拳頭學提琴爵 很多菜都把它拿來吃啊 所以習慣就好了 好 它在美國 在歐洲 其實 就會被採來 甚至就做為一些什麼呢 比如說 做為披薩 它的一個墊 墊的一個 葉菜 它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再去烤 那很有趣一點 它高溫烤過 它的葉 那個顏色不會退掉 所以看起來很漂亮 那 這我們在吃的 基本上就是假果爵 請記得呢 這個東西你不要吃太多 為什麼呢 很有趣的一點 這個東西其實 它還是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但是美國跟歐洲在吃的成分非常的低 基本上是沒有對人有什麼傷害 但是日本所吃的 跟中國大陸所吃的 這個Piridium 這個我們叫做龍頭菜 或叫爵 它是鳳尾爵科的 這個東西呢 它被拿來吃之後了很久很久 應該吃了好幾百年吧 突然有一些把它 有人把它拿去做天然物的分析 突然分到裡面有一個化學成分 這個化學成分是二級致癌物 所以也被認為 現在也大概知道 因為日本是真正把它拿來當蔬菜使用 日本的胃癌 第一名被認為是其中的一個最大原因 就是它 那當然有人認為跟吃胭脂食品有關 有人跟認為是跟什麼有關 都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說 照整個流行病學來講的 可能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個龍頭菜 中國大陸也有吃 但是你請記得 每幾年 尤其在台灣 你每幾年就看到媒體突然跟你講說 哦 絕菜不能吃那個什麼 過多菜 台灣的絕菜不能吃 請記得台灣吃的叫過 提蓋絕科的過沟菜絕術 完全不一樣 也有職化的老師 職務化學老師 拿去分析過了 也把它的所有天然物都吹過了 沒有那個致癌成分 所以每幾年只要喊一次之後 只要做種絕菜的農夫就很可憐 賤價賣都沒有人要買 所以有時候媒體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大概我估計大概每 我所記憶中大概每三到四年 或四到五年就要講一次 然後每次講完之後 就一定要很可憐 就要有職務分類老師出來 再解釋一次 明明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麻煩你們知道這個時候 有聽到那種謠言的時候 麻煩請講一聲 就像我們吃的山書 有一段時間也會跟你講說 叫做絕菜 也跟你講不能吃 是一樣 事實上都不會 那都沒有那個東西存在 請記得我們是過周菜絕俗 所以你看 其實台灣你吃的那個 絕菜有沒有 它其實這個前面的那個 魚 就是 捲的這個位置很小 它是一根一根 只有前面一點點 好 現在剩兩個小部分 但是其實是最多的 水龍骨跟水燈絕 好 那 水龍骨呢 其實我們在講的 才是真正的絕類 我們在之前講的 其實都是後囊 就是那個細胞 壁的 就那個包子囊 壁的部分 都是多細胞的 只有到這個水龍骨 這個部分呢 它的細胞磨 包子囊的部分 才是什麼呢 單層的一個部分 還有呢 它的所有的構造 特性 都被認為是現在可以適應環境 的主要的 什麼呢 補性 所以你看呢 我們在講的絕類 其實有80%都屬於它 包括你們上禮拜吃的那個 果肥過沟菜 所以也是它 那如果說你去看 像水、酒、醬、木、賊 那個其實都不屬於這個部分 所以它的特性 外觀都不同 所以那個部分 其實有時候 或是被稱為包子植物 並沒有被放到絕 這個部分 但是它泛稱的 通稱的絕類 好 那 管狀中柱 是它的特性 所以 其實絕類 到了 就算是這邊的真絕類呢 它的微管術 還是屬於原始型的 那 它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們已經有看播片了 它的那個 胚胎的部分 胚胎的部分是 有很清楚 跟 跟 頂牙的 這個部分的產生 那 再往前的是 已經開始有 這樣的一個特性 但是還沒有到 百分之百完全 所以你在絕類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有一個 根的位點 就等於有一個 根的生長點 有一個牙的生長點 那牙的生長點 甚至還會有一部分形成 總經出去 還有呢 這類型的絕類 都是 所謂的 Megaphil 所謂的大型葉的 所以你看絕類 比如說 這附近可以看到的 什麼東方枸杞絕 那種大型的絕類 它都是屬於什麼呢 負 通常是二回語狀負葉 這樣的一個結構以上的 還有呢 這類型的 所有的小葉 它裡面的尾管樹的分佈 是非常完善的 所以其實我們很喜歡 在光線底下 往上拍絕類的葉子 為什麼 很漂亮 很漂亮的原因是 因為你透光下來 往上看 第一個它 葉間的間隙 會很清楚的小葉構造 之外 它的尾管樹 會非常的清楚 所以很多人 你去看外面的一些攝影展 尤其是什麼 自然生態攝影展 除了蟲鳴鳥叫那些 東西之外 很多會拍的就是葉片 尤其是逆光的葉片 原因在這裡 還有會拍更多的是 這個芽 絕類的芽是比其他的芽更有趣 因為它是一個 卷 多葉卷軸式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芽 一個卷之外 它裡面的小葉 是呈現卷的一個構造 所以你看到是這樣的靈性 當它往上伸展的時候 它旁邊小葉也是張開來 那這當然也被研究很多 它的什麼 構型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牽涉到它光合作用 效能的一個部分 那 絕類 你可以想像中 它在度過了恐龍時代 它在度過了整個地史歷史上 很多的那個年代 它整個演化過程底下 發展出非常多的特性 看到這一邊 你有什麼感覺 你有發現什麼不一樣 其實它每個小葉是屬於斜瓦狀 它是這個葉柄的地方 是有一個角度 那個角度的部分 可以讓葉片呈現一個疊 就算它重疊的時候 有一個空間出來 當這個空間出來的時候 有效能的提高光合作用的量 所以它不會去擋到上一片葉 至少擋的範圍沒有到非常的大 所以這些構造構型 其實有很多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在研究植物發育構型跟光的一個作用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事實上現在也在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所用的光合作用 應該講說 對不起不是光合作用 所謂的太陽能板 效率都不好 植物再怎麼強 最多給你大概10%左右的能量轉換率 已經很高了 植物 我們的太陽能板大概最多到2到3 轉換率都不高 但因為太陽能本身來講 它來源不匮乏 但是問題是它能真正轉換成能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牽涉到什麼呢 為什麼很開始有些人會去研究植物的構造構型 因為光合作用跟太陽能 結束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同樣的一個原則 你今天直角進去的光 垂直進去的光是效能最大的 你斜角進去的光其實是會降低效能的 所以像傍晚的時候那種偏光其實對植物的光合作用都不良 這你也可以想像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絕類植物它從高樹冠這一層 就是樹絕類的一直到底下 耐陰性的 它裡面連葉綠體的構造都不太一樣 怎麼樣不太一樣呢 可以因為不同的光線強度下 擷取不同的光線的效能 那這個部分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也是現在被研究很多的一個部分 好那絕類植物呢 尤其這真 我們所謂的truth firm這個部分呢 它的繁殖 大致上其實還是一樣 包子體配子體各自獨立的狀況 你們上個禮拜看到的波片 應該很清楚看到它的配子體 然後長出一個包子體 然後呢 一般這一類型的 百分之八十以上還是走同型包子囊 代表什麼大小形狀都一樣 那 形成了 包子囊之後呢 它因為包子囊的排列 巨生的一個結果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sorry 所謂的包子囊群 那包子囊群的排列方式是很好的一個分類學的特徵 尤其包子囊上面除了它排列之外呢 還有所謂的包膜 在上個禮拜的播片 還有之前的影片都有跟你講這個構造 它等於是包子囊長在一起之後 外面所形成的保護構造 那保護構造它有從中間形成散狀的 也有旁邊往上包覆的 是不太一樣 那 包膜 包子囊群的形狀呢 其實在整個蕨類 的分類的部分是很重要的一個形態特徵 還有呢 通常來講 這個部分是最不好研究 叫pacillus 原液體就是它的配質體這個部分 因為一般來講包子體都很大 你都很容易在外界環境下直接找到 就算再小再小的蕨類 大致上也還有個一兩公分 還可以去找到 問題是這個pacillus 其實大概就只有0.5公分 最大最大大概就5個mm左右 所以通常你真的必須要趴在地上 拿著放大家進去找 比較容易找到 反正你們上禮拜也有看過播片 我相信你們也可以理解 好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包子囊堆的構造 不同的物種有不同的排列方式 因為不同的排列方式 就很好的分類特徵 同一群的 它的包子囊堆的形狀 大致上都相同 那你今天看到的 包子囊堆的一個位置呢 通常很清楚都有它的尾管樹進去 跟它的養分的運輸也有很大的相關點 那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尾管樹這個夜脈的一個部分呢 都會是我們在拍照以下 喜歡從底下往上照 讓它稍微有點透光看到了一個什麼呢 景象 一個漂亮的一個照片 但是請記得這個跟它裡面的運輸 有很大的關係 好 那包子囊堆不同的類群 不同的物種有不同的排列方式 有邊緣 葉緣邊緣分布的 有所謂的類似像馬蹄狀的 那外面你看到黑黑那個部分 是它的概模的一個部分 那還沒有破裂 那有可能是直接長在葉的正中間 尾管樹的下方 每一種類群差異很大 整個生活史呢 其實大致上來講都跟之前講的一樣 怎麼說呢 包子囊堆下方 破了之後你們都看過了 散出來包子 到了適當環境就萌發 萌發之後賞成這個配質體 就是原液體的部分 原液體也是綠色的 在這種針絕類 一般來講 它就是有進行光合作用能力的 但是它通常是在地表 因為它這樣的構造 這個配質體的部分 是沒有尾管樹的構造 它本身來講是用軟肉 就下面這個所謂的甲根去支撐它 然後呢 在靠近負面的地方呢 就是年代地表這個面向呢 它會有產生磁熊的 腸筋氣跟腸卵氣 所以一般來講 在靠下方 心臟狀靠下方的部分 形成的是腸筋氣 在這個凹槽的地方 就是這個心臟狀的一個凹陷的地方 通常是腸卵氣 那當然發育成熟之後 水來了 腸筋氣破裂 精子要靠水 所以為什麼 全類植物在很多條件底下 它還是沒辦法脫離水的環境 就算它今天這個包子體 可以生長在乾旱的環境 耐旱性的植物 對不起 它今天要進行繁殖的時候 還是要等雨季 還是要等雨下來之後 精子出來跟卵做結合 才有可能 好 那當然呢 精卵結合完畢之後 這個瘦精卵 就直接在腸卵氣上面 就什麼呢 開始進行有失分裂了 去形成什麼呢 胚 那胚我剛剛有講說 它是雙向的 所以你很清楚可以幹到什麼呢 它的根尖的部分 跟它的牙尖的部分 所以很清楚的 雙向發育的一個構造 那當然呢 你們上個禮拜看到 應該撥片都長得像這樣 有些壓得亂七八糟的 我知道 有些壓得把那個包子體 壓得很醜 我也有看過 那 其實我比較喜歡野外照 但是 這個季節要早 有時候運氣 為什麼講運氣呢 第一個 下雨天的時候你去 通常來講就找不到 也不好找 然後呢 下雨過後最好找 我也不想去找 因為瑪黃特別多 因為通常來講 它都比較是森林底下 大概五百到一千公尺左右 最容易找的地方呢 都是 吸血的瑪黃最多的一個範圍 那 通常來講 我們都讓你看撥片 但是有的時候可以 可以找到野外的話 就看運氣 好 那 把包子囊 堆 拿來做切 這個你們應該也見過了 前方 這是一個類型的 很清楚 它有一個所謂的 蓋膜的構造 它有一個包膜的構造 這是保護的 所以這是散狀的包膜 把包子囊保護在下方 那當然也有包膜從旁邊的出來的 不同的物種有不同 通常來講呢 你去看包子囊 為什麼它要多一個概念來保護 包子囊 它是單層細胞的 而且這個單層細胞 還會有環狀跟 純部細胞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 因為它要開裂 它要把包子彈出去 所以 這個是屬於的 薄包子囊的類型 在 奎隆骨 之前的 全部都是厚的 都是剝成細胞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分點 在蕨類植物裡頭 那80%這類型的 都是 你看到都是這種 單層磨細胞的 單層細胞的一個構造 好 那 配質體呢 就我們在講的 Postilus 原液體的部分呢 大致上來講 針絕類的 都是心臟狀 不太會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被 當作是一個 什麼呢 統一 譜細而來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它的外部形狀 在 配質體這個部分 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那它下方的地方呢 像這裡 可以很清楚 事實上已經有開始發育了 這是它的長精氣的部分 這邊它長卵氣的部分 那當然 比較容易看的是 它已經發育到最後 最容易去看 把它放大這邊 這邊每個都是長精氣的部分 然後再放大來看呢 那個長精氣裡面的精氣 一方已經發育完成了 只要水來磨破掉 精子就散發出去 好 那 如果去看它這個凹槽 我這邊拍的沒有很好 這個拍的比較好 基本上來講呢 長卵氣的部分 通常在這凹槽下方的這個 陷進來這個區塊 那這個區塊裡頭呢 同樣去看 長卵氣 是一個很簡單構造的 它的腹部裡面就是一顆卵 它的頸部的部分 就是一個 一層的細胞 圍繞而成 中間有一個通道 那個通道 只要沉著之後 溶解 就是化學物質出去 就是引導什麼呢 就是引導精子的一個最好的訊號 好 那再來這就是什麼呢 這個是產生的包子體的 右的包子體 下方是它的根 上方是它的葉 就開始發育了 如果說今天順利的狀況底下 再繼續生長的時候 有時候你可以看到一條 橫走的地下晶 橫走的根晶就會出現 那不同的物種 這個根晶事實上有一些不同 有些很明顯 有些並不明顯 好 所以生活質剛剛整個講過了 好 那水龍谷大概把它整個介紹完了 最後最後一個小小的部分 水神絕類 這個事實上台灣現在也越來越難看到 很簡單嘛 石地被破壞得差不多了 其實以前我們這附近都可以找得到 內圍皮現在找不到了不用看 已經完全沒有叫什麼叫內圍皮這個部分 以前這附近好幾個石地 偶爾還可以找到田製草 現在已經不知道什麼叫田製草了 沒有掉了 為什麼 不要問我 這就是被破壞的一個結果 其實最常見的 以前在南部 沒有用除藻劑 沒有用任何的化學藥劑裡頭 這個很常見 滿江紅 滿江紅在整個有機農業裡頭 被認為是非常重要 他在孟加拉 是很重要的淡肥的來源 因為在滿江紅的葉裡頭 會形成空間 讓藍綠菌生長在裡面 讓念珠藻生長在裡面 那念珠藻本身來講 有異細胞 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所以滿江紅的工作就是 供應他養分 跟供應他養 截孔 調控他氧氣 為什麼要調控他氧氣 因為念珠藻裡頭 異細胞裡面的 Nitrogenase 固氮菌 非常的對氧敏感 那他們形成功能觀念之後 通常就可以有 滿江紅來進行這方面的一個調控 事實上其實滿江紅瓶跟葵葉瓶都有 不是沒有 都有 只是滿江紅比較容易形成整個 大族群的生長 那這個東西呢 很有趣 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保障中心在哪裡 現在滿江紅最大的保障中心在台灣 就在屏東 就在高速 就在孤雁座雲保障中心 為什麼 原來 在水道的 在水道的 整個 保種 育種 有一個很重要的機構 叫ERI 在菲律賓 我們叫做國際水道研究中心 他原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除了水道的保種之外 他還進行滿江紅的保種 因為它是什麼呢 水田生態裡頭非常重要 應該講說是最重要的蛋元素來源 但是因為呢 這位在菲律賓的ERI 位在Lasbonas 就是菲律賓大學 Lasbonas分析的 校區的這個水道研究中心呢 他開始經費不夠 經費不夠的結果呢 他必須只能維持水道 沒有辦法維持它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可能會被捨棄 那我們這邊剛好就是有這個保種中心了 願意接手 所以你現在如果有機會 因為他事實上不對開開放 有機會去的話 你會發現他有一區很重要的 滿江紅的保種中心 其實對一個 單位來講他並不是很困難 我要怎麼講不是很困難 因為他事實上 水深的 覺得他用玻璃瓶就可以進行什麼呢 他的一個保種的工作 只是說你要忍力而已 那這一類型的水深蕨類 通常都是漂浮性的蕨類 所以很有趣點就是說 事實上 生物移到陸地來 蕨類植物到陸地生存 就有一個很奇怪的分支 又跑回水裡頭去長 所有陸地生物都有這樣的特性 甚至單子葉植物裡頭 陸地生長為主體之外 在海洋裡頭的海藻床 那個是河本科植物 單子葉植物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被研究了很多他的一些生理相關的機制 然後水深蕨類呢 跟我們剛剛所講的水龍谷的那個部分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他走到了 發育到了 磁熊 異形蕨子的階段 所以在蕨子體製造蕨子的時候 他的蕨子大小就不一樣 也因為這個蕨子大小不一樣 他所形成的配子體 原液體就很清楚 是什麼呢 磁熊異體的 就是公的跟母的是分胎的 好 那 這個是他外表的特性 外表的特征 這個是 哈羅拉 所謂的滿江紅 滿江紅種類非常的多 你們撥片也看過 那滿江紅是屬於這種小葉靈狀葉的 如果你把那個小葉靈狀葉 你把它放大來看 我們看人家就是什麼呢 這個瓶 奎葉瓶這類型的 那當然這有很多不同的物種 其實在水域環境 尤其早期在水田裡很多 台灣我知道在不知道在哪裡 好像在苗栗還是新竹一帶 現在還有一個水 深環境裡頭 滿江紅非常 什麼呢 非常生長的繁茂 他們到了秋天的時候 溫度下降的時候 還會形成很漂亮的紅色 為什麼叫滿江紅 是因為它到了季節變換的時候 它葉綠樹會消失 剩下它什麼呢 紅色樹那個部分 所以為什麼叫滿江紅 是因為這樣的道理 好 那 這個以前 在野外還蠻常看的 現在我也不太容易找到 這個是平坑裡面的田製草 絕種喔 很可能野外也快絕了啦 因為我上次到那個 五溝水 五溝水那邊以前的 這些水域環境 有時候還可以看得到 我這次去很傷心 全部都被水泥化了 除了五溝水那個區塊 有機會你們可以到屏東 或高雄一帶的那個 小野溪或溪溝 最近很嚴重 製水工程 就是 應該講說你們父母 你們父母繳的一堆碎呢 最近都在做這些所謂的 防紅製水 防紅製水 我們這邊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把它水泥化 就是把那個溝 把它整個挖過去一遍 然後把它 以變一個摩子型號 好 對不起 這個東西都不見了 很多水泥食物 我現在真的找不到 好 那 甜字草呢 顧名思義你去看 它的 出來的 葉片的部分 就是 四片小葉 你如果在 外面如果不注意的話 有時候你還會搞錯 為什麼呢 你以為它是什麼 大家有講 對不起 它不是 它完全不是 在水域環境裡 有這個 甜字草呢 其實蠻漂亮的 但是你一定找不到它的花 因為它沒有花 它的構造呢 基本上是會有一個很清楚的 right row的根莖 根莖沿著水生長之後呢 往下當然會產生根的結構 往上 就直接形成葉的構造 那在葉跟根莖的中間呢 這個側面的部分 常常就會形成包子囊 那包子囊 它因為呢 在水域環境 它要保護 所以它等於把它包裹在裡面 形成一個叫做 Sporocum 包子果的一個構造 所以你一般來講 在它的底下根莖 你如果把它往上拉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根莖的一個部分 根莖的旁邊 有看到這個 所謂Sporocum 包子果的一個部分 好 那包子果其實構造很簡單 你把它切開來看就是 事實上裡面就是什麼呢 裡面就是一串的 就是一串的包子囊 那一般在田製草呢 這個平科的部分呢 它的包子囊裡頭 這種合生在一起的 有不同類型 怎麼叫不同類型 它有專門形成熊配子體的小包子囊 它有專門形成磁配子體的 Megasporachia大包子囊 但它長在同一個包子果裡面 那同樣的呢 其實它一般所有的構造 就是我們在講的水龍骨類的 所有構造它都有 它有所謂的包膜 一樣有這樣的構造 但是因為它在水域環境裡頭要保護 所以它外面有一層的 什麼呢 包子果壁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封閉的條件環境 一直到它成熟之後破裂 裡面的包子囊 才會延伸出來 然後裡面的包子才會散發出去 那同樣的呢 在這裡面它有一群的果膠環 所以你去把包子果把它剖開了之後 它事實上有很清楚的膠質的結構 好 那再去看呢 如果今天是對的餅的部分去切的話 你切開的部分才會很清楚看到 這裡面基本上就是它的什麼呢 包子囊群 這一塊一塊的裡面都是它的包子囊群 那裡面當然就有包子囊 不管是哪一種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上方 這是小包子囊 下方這類型的是大包子囊群的 那在回葉瓶裡面 或在瓶裡面呢 它有一小部分發育到 除了大小包子囊之外呢 它還直接包子果 就已經很清楚 只產生小包子囊 或只產生大包子囊 它甚至會分化到這樣的一個階段 好 那那個包子果呢 成熟之後 你看到的結構會是這樣 我們剛剛在講的那個果膠環 那個果膠環呢 它事實上是一個個 長條形的結構 而這個長條形的結構呢 一般在還沒有發育的時候 會繞在包子果裡面 等成熟 包子果裂開之後 這個果膠環就會往外推 往外推的過程 把上方所有的包子囊群 把它給帶出來 所以 看起來就好像一個什麼呢 葉片 這個是葉餅的部分 然後呢 旁邊這些包子囊群 事實上就是小葉的部分 類似像這樣的構造 所以這個包子果裂開之後 延伸出來一環 包子果膠環 然後同樣的包子囊群 就連在果膠環的上方 所以直接看這張圖 會比較清楚它結構的排列 好 那再來呢 這些包子囊群的概模就會破裂 包子囊就會破裂 包子就會散發出來 直接在水的條件底下 所以它等於是 也不能在太深的水的環境 它必須在淺水的環境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散出來的包子 它必須在適當的條件環境底下 去產生配質體 你太深 對不起 配質體無法存活 太淺很容易乾的狀況底下 一樣配質體很容易會脫水死亡 所以它必須在一個潛水穩定的環境 好 那 散出來的 剛剛的包子囊成熟之後 散出來的大包子呢 就開始發育 小包子 小包子一樣都開始發育 就形成什麼呢 這個配質體的一個部分 那配質體事實上來講 在奎葉瓶類 或者是瓶類 它會比剛剛講的水龍骨更簡單 水龍骨內類大概都成心臟狀心形的 對不起 瓶 茴葉瓶 滿江紅 它就形成一個最簡單的構造 比如說今天在這整個發育完畢之後呢 它的大包子囊其實不太會有太大的變化 它主要是裡面會形成長暖氣 然後軟會形成 同樣的小包子 一樣就直接發育 它直接發育的結果呢 在小包子上方的部分呢 就會形成一個叫做Sperm Lake 金子弧 那基本上就是產生金子的一個構造 所以你會看這樣一個小小的熊配質體呢 它其實會大量的產生金子 而在什麼呢 這個所謂Sperm Lake的位置呢 儲存 當然等成熟之後 它就散出去 所以呢 今天金子出去之後 在剛剛你看到的瓷被子裡上方 它的長暖氣的位置呢 金子就會到達長暖氣去跟軟座結合 就直接發育 所以一般來講呢 這個所謂的田製草瓶那類型的東西呢 它在潛水環境底下 可以很快的你去看到什麼呢 去看到它的 右身的包子體出現 那這個右身的包子體呢 同樣的它有根尖的位置 同樣的它有葉的葉牙的位置 它就會開始萌發發育 同時它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金頂的部分 這是金頂的部分 那它就會有走金的一個出現 好 那瓶 奎葉瓶 滿江紅 大致上都 什麼呢 水深 所以它都有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適應的一個條件 適應的機制 比如說你去看 一般瓶跟奎葉瓶呢 它除了上方的葉片之外 它下方 會形成很多根 分支的根 那除此之外呢 不同的類型 不同的種類呢 它不一定它的包子果 就掌蓋剛剛講的那個葉片的一個側部 有的時候它會直接掌蓋根頂的下方 隨著物種的一個什麼呢 保護的一個作用 所以你會看到呢 它這個right road種 這個是一個根頂種 根頂種呢 它譬如說這類型的瓶 它就會上方長出兩片漂浮的葉 然後呢 在根頂的下方呢 它會產生大量的包子果 同樣都是為了繁殖 那這類型呢 它主要會利用下方的這些結構 去作為漂浮使用 那這些結構還有什麼呢 上方的這個葉 這個兩片的葉子呢 主要是光合作用的一個部分 下方會有一些變成沉在水裡頭 而且葉片沒有那麼大 而且沒有葉綠素 但是它變成類似像鈴片狀的結構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水下葉 那這些水下葉呢 其實它的功能類似於漂浮所使用的 什麼呢 基質的一個部分 因為它本身密度的關係 所以它有能力 讓整個植株呢 因為它的一個浮力呢 讓它浮在水面當 所以當你要一看 譬如說這個平刻的東西呢 除了上方的這個漂浮葉之外 它事實上下方這個下垂的也是葉的構造 不一定是根 所以真的要去看解剖的特徵 那田智鎬沒有這樣的構造 田智鎬沒有這種下垂的根 那葉的構造 好 那滿江紅呢 其實更簡單了 滿江紅就等於是一個植物分上下兩步 上部基本上來講就是葉的部分 下部的部分事實上就是根的部分 那它上方的部分呢 其實它在整個植株不會長太大 所以它往上增長之後呢 這個原來牙體的部分呢 大約分成幾個牙體之後呢 它就會停滯下來 但是它的小片的靈葉會一直排列生長出去 那這個葉片呢 它裡面會形成空腔 而那空腔是幹嘛 這邊就是它的空腔 它的空腔基本上裡面就是藍綠菌 你們上個禮拜應該有看到撥片 它就是藍綠菌 那藍綠菌呢 基本上都是念珠藻 然後去看裡面都有異細胞 都可以進行固彈作用 那它這個空腔外呢 大概就是一些排列鬆散的薄壁細胞 裡面有葉綠體 可以順利的進行光合作用 那再往上就是所謂的表皮的位置 表皮的位置 好 那 板江紅它的包子果 其實都跟剛剛講的平田至少都類似 只是它比較小 它比較小 它不像剛剛有那很清楚的果膠環 它不容易看到果膠環 所以它通常來講你所看到就是 進來 然後呢 會有大量的分支 而這大量分支的上方呢 就會形成雄性的小包子果 跟雌性的大包子果 那同樣的大包子 小包子就在這裡面 慢慢的細胞分裂完畢之後成熟 只要適當條件散發出去 它就形成配子體 好 到這個問題 到這個問題 來 OK